宣称画派的前世今生王景福 宣称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36期 第二节天时地利人和下的酝酿与发酵 从我国绘画各种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史可以看出 画派不是自封的 都是经过后人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 画派的形成有其历史性的特点 是在历史的实践及不断总结探索中自然形成的 因为画家的艺术品质风貌的确定是渐进的过程 是无数时间自然而然积淀而成的 这期间还包括许多人生经历 艺术发现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大凡画派的形成有二大因素 一则是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成果 这里面包括地理经济人文环境等影响 再则是画家群体画里画风的相近 甚而有失诚的关系者 前者是自然的聚合 后者叫前有人为因素 然而就画派的归类而言 二者之间亦有互动的关系 它与社会发展与人生价值的认定有关 既是自然形成的文化现象 也是生活的需要与风气 历史上宣称画派的形成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规则 一宣称画派形成的自然因素 宣称地处位于安昏省东南 居长江以南 黄山之北 晚南山区于脉与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结合地带 地理坐标东京117度58分零下119度40分 北纬 是江苏 浙江 上海等地连接内陆地区的重要通道 宋有晚东南门户之称 历史上宣称的战略 位置 曾两次在宣称为幕僚的唐代大师人度目如此描绘 土控无间月 川连西与池 山河的金带 军阵国方位 宣称这方土地 数千万年以来 经过地球无数次的演变 沧海桑田 逐渐形成了它独有的地貌和气候 这里有何往稠密的围区 有起伏绵延的丘陵 还有瞩目繁茂的丛山 这里气候温暖 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 四季分明 正因为此 吸引了人类在这方土地上生存生息 繁衍发展 并创下了璀璨多么的古代文明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于长江之流 水扬江畔的宣州区陈山旧石器石器文化遗址的 考古发掘结果证实 早在八十到一百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栖息 过着农耕渔猎猎生活 宣称 从西汉开始 一直是郡、州、府的治所 江域连基最大10达五万多平方公里 随带起 宣州为上周大郡 是当时江南五大中心城市之一 宣称 川泽卧眼 有海陆之针 针印所据 故山谷并凑 唐代是人口达九十六万 是江南唯一的两个人口在十万户以上的株之一 宣称作为县的建制 至少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汉原封二年为晚林 随开黄九年更名宣称 南宋前到二年更名民国府 民国元年复民宣称至今 宣称四庙图 宣称水路交通便利 人口流动频繁 早在战国中西 宣称所在的原林义已是东楚地区一大要义 重要的通商之地 1957年4月 在寿县城东邱家花园出土的战国时期楚怀王 赐给其封地在金湖北厄城的儿子骑水路两路运输 获勿免是通行证 厄军起今节 此节铭记载的水运东线线路是 自厄网 渔湖 上海 耕阴 耕启阳 渔江 耕黄 渔夏 入寺 渔江 耕蓬里 耕松阳 入惠江 耕元陵 便捷的交通 优越的区位 使玄城自古对外变成开放形城义 虽说玄城和灰州在历史上是毗邻的晚难最重要的 两个区域 玄城在北 灰州在南 都曾地位显赫 但玄城开化比交通闭塞 相对封闭的灰州藻 尤其据玄城很惊的南京 自三国东吴史成为六朝古都 玄城便位 经济要地 两地人员交往频繁 对玄城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得益于这种区位优势 明清之际 玄城的画家来往南京 灰州两地平凡 与这两地画家们交往最多 与梅清为例 他常到灰西地区 特别是他常去黄山 因此还结交了不少常到灰西黄山的知名人士 如建江 江柱 查世彪 成目前 在本校 沈天氏 吴启元 吴秦妍 汤延夫 汪顿安 沈新斋等 都成了他的密友 他们经常结集在宣承吟诗作画或结伴赴黄山绘画写生 作诗唱和 并组成了诗盟 梅清一生交友甚广 正如他的好友顾梦有所云 与有梅渊公 国事也 当幼时便与天下人相交结 梅清以其地主通去要到支店 除了与本郡及 新安诸诗画有交往 便由南京 扬州 昆山 杭州 北京等各地也广交朋友 从他的诗集和存世的书画作品中 就可以得知与其诗画往来的朋友就达三百余人 上至服务潮中的文坛领袖 下至在野的一般韩式高颖 曾到都有过交往 如昆山徐前学 徐远文 济南王世珍 童军诗润章 唐运甲 于寿 倪正 沈蜜 徐敦 黄海汤燕生 江宁共梦有 广陵 汪茂林 武林徐继恩 丁鹏 吴胡萧云从 心安成岁 于山王辉 同城姚文谢 山阳秋相声 武金白艳良 庄炯生 邹指摩 昼贺王禄 是本月 石涛 何涛 但宫河也是楚人陈杰 以及同族周美 还有文章派手曹冠武 轩艺令邓兴 元朝玄等 玄城诸画家以其地利 广泛交往各地的同道 受各地画家画风的滋养 这无疑对玄城画拍的行程 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玄城居于 湾南山区鱼脉与长江中下游 冲击平原 结合地带 造就了境内自然环境的优美 水扬江 轻易将蜿蜒曲折 贯穿着一片土地 夹着境内多秀山 形成了山水环具之地貌 境内的静庭山 百箭山 风蓝叠翠 自古以来便为名人雅士 新池省网之地 位于成被水扬江 盼的静庭山属黄山之脉 东西棉更百余里 大小山峰六十座 有一峰 静峰 翠云峰三大主峰 登陵顶峰 东跳南湖 烟波浩渺 水天一色 俯看水阳江 湾亭曲折 白隔征柳 南望市区 江城如画 料望四周 田愁卧野 一览无际 光绪宣城县之载 由华阳高峰北来百余里 横根于此 若平正然 曾鸾绝贺 秀出云表 东陵婉聚 南府成阴 烟石风帆 吉木如画 静庭山原名昭庭山 又称扎山 中山 翠云山 晋初未必尽文帝司马昭明慧 改称静庭山 明代宣城及雷州推官高为月 静庭山祭云 静庭混沌于上谷 将礼于周海 而名胜于晋堂 玄徽发其枣 太白扬其辉 云征霞卫之色 诸匪御冠之吻 现阵阵矣 静庭侧起于川远广山之中 而横志若平寒 自一封 以至闽英妙 连绵三十余礼 即画图不公 于此居然为宜郡之雄秀 此高贤才人所必扬指 而快登也 梅庚静庭照歌图 静庭山其美其秀 最早出现在南齐山水诗人 宣城太守蟹条 游静庭山诗中 其后 游人纷至踏来 静庭山渐渐成为人们寻忧揽胜之地 到了唐代 大诗人李白因对宣城心仪已已久 尤其是对山水诗人蟹条崇敬私募 一生敌手谢宣城 促成他于天保十二年秋来到宣城 直至宝英元年病逝 先后多次来宣城游律居住 写下了七十余首诗 其中有多少为千古传颂的明篇 随着谢礼诗篇的传颂 静庭山盛名雀起 直追五约 乃至后人追踪秘迹 所必扬指而快登 继谢礼之后 唐代白居易 杜牧 韩玉 尤语兮 王维 孟浩然 唯英雾 陆归蒙 宋代梅瑶辰 樊仲淹 艳书 黄亭坚 文坚祥 杨万里 吴钱 元代共奎 共师太 明代李东阳 汤贤祖 元中道 文征明 清代诗润彰 梅文顶 石涛 梅清 梅庚 梅曾亮等三百多位文人默克 曾在此留下了一千四百多篇诗文和一些绘画作品 其中步伐是在传宿的名作和千古绝唱 静庭山故有江南诗山之意 历代文人默克来静庭山几乎都带有朝圣的诗文化情节 很多人多次来自寻找创作的灵感 自唐代起 英文人默克王反复制 各种文化在此交会融合 静庭山人文景观日益增多 其显著特征为文化诗山 而且参与营造的多为文化人 即便是当时的县官知府等官吏 也属宝学之士 因此 静庭山楼台停格的建筑风格和形式 既有中原大都之风貌 也有江南小桥流水之风姿 一亭一桥 一郎一线 柔和着文人的审美情趣 形成具有强烈生命力的朴实自然的风格 白箭山位于城东南乡 家庆宁国府志宰 白箭山山之阳 即文己山也 息骨碎身 风言回曲 飞流借道 跨秀为良 静群先生迎刺 古有僧 以百匹饮水入除 顾名伯茧 白箭山主封天台 海拔九百九十五米 山势危于迭障 息骨回去深邃 树木通龙 旋风峭壁 飞铺长线 极为优盛 词元称其 息骨深邃 风言回曲 山水秀美 甲鱼江南 古人有永伯茧山诗云 陆入曲行式 松身古佛家 洪飞金度贺 雀乳坐蹄花 怒铺冲云断 笨崖汗石邪 名牙相供斋 智路绰朝华 近代贤士 群行先生 引足于山中 梅清百简山口图 宋家 太年间 宋师开山 祖梅摇晨的 同祖三世 直孙太七公 别问一知 迁居伯茧山 这就是后来 被称作文丰梅 在梅氏后 一迁居于此后 这里成为梅氏的 族居之地 他们利用柏简山的自然风光 架桥构庭 摩崖克石 建成一处室外桃源 由玉门姚晨后裔多读书人 学识原博者众 因而 白简山一带 圆林营造就山势和雅壁 成古朴典雅风格 自明代起 这里极为远近文明的探忧 寻盛家地 白简山 众山盘根中有轻流积端 悬崖瀑布分泄于幽建深谷 奔会于大溪 进入柏简山 首先经过两山对峙的山口 然后渐行渐窄 两崖对峙 又为石凳 下位身溅 全身从从 历史十分险峻 再往前行约三里 其西深最处远望 峡口突然中断 已无路径 再往前 便可见飞流借道 跨秀为梁 高数百丈 这就是柏简山最著名的柏简飞桥 唯宣承石井之一 非乔于南宋 纯兴年间 由梅文明律族人所见 此乔一居目为之 跨两山之路 石壁千刃 天然石两 学林深渐 高数百尺 水流湍急 不可破市 四山环抱 浓阴掩壁 行人至此 如入图画 明洪武年间 曾修善 嘉靖年间 泰州学派大如 宁国之府 罗乳方游历到此 见此桥若长红架必须 遂欣然提携隐红二字 此后 飞桥又称作隐红桥 罗乳方为白剑山井所陶醉 自飞桥而入 一路赏景 一路提下谷口 林刘 刘比 仙人炎 云生畜 其甚 达七处之多 后人皆将其所提克于 沿途牙石之上 金双钩磨牙大字云生畜 仍清晰可拓 明万里年间 梅镇作家已改建 在桥上剑亭 七亿营 宫行人休息观景 乾隆二十年飞桥毁于火 直至到光源 年梅士族人 又在旧纸上新建 新建的桥 以长木为两 平铺三寸厚的木板 桥上购瓦屋期间 不列强远 狼腰慢回 以白云为三里 以碧山为屏风 梅镜在重建 白剑飞桥祭中 技术登桥观景 左右老木 载直森拱 修竹参词 怪石其突 石剑鸟之降 鱼之游 必具于思桥之策 果天之中秀 鱼丝地鱼 过白剑飞桥 建有白剑产院 建于宋家兴元年 梅士后人相继修器 明家境年曾遭火 梅守得律族人重建 知府罗汝芳心体贬阿 清康熙 乾隆时先后修晒 从白剑四东延 崎区曲曲折山到登陵 天台极顶 顶上见有一座天台禅寺 气宇炫昂 两座寺院相隔树里 沉中木骨遥香呼应 成如朱锦从诗云 小气成姑赏 终生落翠微 由于梅士家族 素来重闻众教 自梅士族人 聚居国剑山 明星时相继 建有文峰书院 薄剑山坊 为梅士族人 讲学著述之所 文峰书舍 为处是梅真剑 济是梅恶传记 薄剑山坊 为清在古文大家梅曾亮剑 其著名的薄剑山坊 文集就编著于此 文峰梅士至 明中期梅守得 近世级地后 百余年人才辈出 先后约欲出梅雨精 梅清 梅庚 梅文顶 梅古城等 明清两代著名的诗人 剧作家 古文家 数学家和画家 赢得 宣承梅花 遍地开的美誉 行郎山记 此外 宣承还有 华阳山 麻姑山 行郎山等 风景盛迹 宋在诗人杨万里 入宣承界师 有陆入宣承山 便其知举及语 高度的概括 一个画家风格的形成 一个画派的崛起 与地理因素 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画家所处的 自然环境不同 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 培育一方画家 譬如生活在 多山多水的南方的 南唐董元和他的弟子 居然 其山水多以水为主体 云雾汇明 萌萌润炫 平淡天真 正是如此 宣承秀丽的山川流水 滋润了宣承画家的成长和 画风的形成 宣承境内的山水 起初都是宣承画家们 写生 描绘的对象 直至到他们 画风形成时 也留下了众多描绘 宣承山水的佳作名画 现存国内外 各大博广 梅青 石涛 半山 梅庚等人的传世名画 不少都是以 宣承秀丽山水为题材的 著式 随书地理制 厄军启金杰明文 穆孝天 梅青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86年 天檐阁山后 诗卷三 顾梦游传新品诗远序 杨晨斌 视台梅青 极其绘画艺术 在《载乐黄山珠》中画派文集第218页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87年